大家都很辛苦齁 不會喔 我經過那個1月1號的那個園遊會之後 我昨天是整整睡了一天一夜了 我從來沒有感覺過我自己這麼會睡 要不要告訴你們我怎麼睡 我從晚上12點睡到隔天的早上8點多 起床餵狗狗 然後餵完之後吃完早餐我又回去睡 睡到12點然後起床吃午餐 然後完全沒休息又回去睡 然後睡睡睡睡睡到4點 這樣有厲害嗎 我才覺得我醒過來的時候 我剛剛有像人啊 我真的很累耶 太累了太害了 所以我可以體會到大家今天厲害 還可以上課厲害 我們接下來看到這個招書 這就是我們當時很重要的一個 台灣的轉變的重點 如何成為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我們的明治憲法 從此台灣成為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意義是什麼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圖 這是日本 這是台灣 這是日本的地圖 台灣有沒有在裡面 有 這個 這個是什麼 當時的報紙 他下達 讓台灣人有參政權 下達征兵令 他所有的條件都依照著萬國公法跟國際戰爭法 然後在1945年的4月1號 頒布了明治憲法 讓台灣從此就成為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他有一個案例 當時我們最早大家是不是有看到馬關條約 下關條約 他當時簽那個條約的時候啊 其實不是只有台灣跟澎湖喔 他還包括一個地方 遼東半島 就是大清國的領土 當時他們的奉天 奉天是他們的什麼 他們的大清國的發源地 所以當時下關條約剛開始簽的時候 還包括把遼東半島也割給日本喔 那時候就有三個國家出面抗議 這樣不行 那是他們奉天那個遼東半島 是大清國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那你可以掛好領 所以日本他依照了萬國公法 國際戰爭法 他又跟大清國簽訂了一個 遼南條約 再將遼東半島割還回去給大清國 這樣子代表了什麼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是不能被切割的 所以在這一刻之後 台灣他就成為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所以台灣到現在都還是屬於 土地權壯都還在日本天皇的手上 讓大家理解了嗎 但是這時候有一個比較混亂的地方 剛剛看到的是不是1945年的4月1號 但是1941年的時候發生了什麼 第二次世界大戰 那個時候在打仗耶 那在打仗的時候 所有的人都只會關注一個什麼 逃命 對不對 不要被打到嘛 那誰會去關心說 你頒布了什麼憲法 所以台灣人他們在他們的記憶裡面 會覺得很片段 我們有成為日本的臣民嗎 有 但是他的時間很短暫 因為1945年9月2號日本戰敗了 那4月1號才頒布憲法 9月2號戰敗 這樣中間幾個月 幾個月而已對不對 短短的幾個月的時間 日本投降了 所以在本土台灣人的記憶當中 他會覺得說 我有成為日本的臣民過嗎 有 而且在4月1號那一刻 就已經是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但是因為他幾個月的時間 又是打仗又混亂 然後投降了 大家沒有去關注過我們的憲法法律 就是在這裡 這就是重點 只有幾個月而已 可是不管他幾個月 你印章蓋下去了 你嫁給他啊 你帶他啊 你們就是夫妻了 除非你們再簽一個離婚協議書 可是沒有嘛 土地權壤到現在還在日本天皇手上 所以我們的領土權就是日本天皇的 一直到這個時候 麥克阿瑟同盟國盟軍最高統帥 一般命令第一號 他頒布這個 他當時頒布這個是做什麼 我要把日本四分五裂 因為日本當時有讓美國嚇到 你剛剛你們太強了 這個日本的這個帝國主義很厲害 還可以偷襲我的珍珠港 所以我決定把你四分五裂 領土瓜分 北方四島交由當時俄羅斯戰館 韓國獨島 日本本島由日本現在的日本政府管理 琉球聯合國托管 台灣呢跟澎湖呢 就委派當時的蔣介石集團 來代理佔領 因為美國是主要的戰勝國 他有權分配日本的領土 所以他當時為什麼要將台灣跟澎湖分配給蔣介石 美國他只有一個很單純的想法 他想說我想華人應該會善待華人 他只是這麼覺得你們語言比較好溝通嘛 然後剛好蔣介石集團跟他是盟軍 所以就這麼安排了 可是連美國都沒有想到 後來他發生了很多很可怕的事情 1945年10月25日交戰國占領日 蔣介石集團來台 我剛有講到 在日治時期的時候 台灣人的素養是不是被調教得很好 是不是很有文化 在這樣子的情形下 大家相信嗎 在蔣介石集團 還沒有來到台灣的時候 還沒有來到台灣的時候 有兩個月是沒有政府的 台灣喔 兩個月無政府的狀態 請問一個國家沒有政府會怎樣 要不要去搶銀行 趕快去全聯搬東西 要不要 可是你們沒有辦法想像 那兩個月啊 台灣完全沒有動亂 你們相信嗎 台灣人在兩個月沒有政府的期間內 成立自衛隊 自己巡邏 自己好好的管理 那時候心態就想說 好我要等待 我要回歸祖國的懷抱 所以那時候在日治時期 只有短短的50年 但是台灣人非常的有素養 文化水準 道德水平都非常的高 可是呢我們給誰管理 跟我們落差有100年的人來管理 當時呢我們的文化素養是這樣 那流亡政府中華民國的兵是怎樣 大家應該有聽過吧 水龍頭他們的兵來到台灣 去那個找貨店買了一個水龍頭 然後回到家把牆壁挖一個洞 水龍頭插進去轉開 怎麼沒水啊 那有漢堡 連水龍頭怎麼出水的他們都不知道 這就是他們跟我們的文化落差 然後由這樣子的中國兵來控管台灣人 228我覺得已經是一定會發生的事情 因為差距太大了 他們穿草鞋破棉袄 當時為什麼在國共內亂 那個叫做什麼 中華民國國民黨跟中國共產黨 他們自家兄弟在打仗 當時的中國他們自己在內亂 在那個時期 蔣介石集團又被美國派委派代理 美國來佔領台灣 那來到台灣第一個發現的是 哇 台灣好漂亮 有錢 台灣那時候只有600多萬的人口 人口又不多 物產又豐饒 然後他把日本人都趕走 欸 很好啊 那時候台灣有錢然後物產豐饒 我把這些物資都搜刮 送到中國 資助我國共內戰 資助我自己的軍隊打仗 你們也沒辦法反抗嘛 沒武器啊 但是呢 一樣會抗爭啊 為什麼他1月12號 就要將台灣人民集體 強迫官化為中華民國國籍 因為他知道台灣是寶島 非常的好用 戰略位置又好 我把你們 不用經過你們的同意 我直接發 就像現在每個人 大家拿得中華民國的國民身份證 我直接發命令 我強迫你們每個人都要拿 不拿我就槍斃你 有沒有人懂 有喔 228的人懂 228是什麼人 日治時期50年來 培育出來的醫生 律師 老師 博士 碩士 精英 總共有2萬到3萬人的 台灣人的精英 他們這些人完全可以組成一個堅強的政府 堅強的內閣 議會 沒有問題 他們這些人懂 佔領全國 是不得就地合法 佔領不得意專注權 你為什麼 可以將台灣人做這樣子的事情 所以 他們抗議 那你覺得中華民國要做什麼 我哪有可能給台灣給你啊 他們說你們沒有協助本土台灣人 協助他成立属於台灣人的自己平民的政府 所以 1947年2月28日 228屠殺事件 他將本土台灣人 這些2萬到3萬人的精英全部屠殺 包括什麼 包括 包括 剛剛我們看到的沉沉坡有沒有 他就從火車站下來 火車站 出火車站 直接 那些 中華民國的兵 圍上去 手腳綁一綁 那個鐵絲穿過去 當場就 綁 槍壁 沒有原因 沒有理由 我 只因為你在名單內 直接屠殺 我 我講真的因為我的年紀的關係 年輕人都比較政治能感 我也是 我從以前學的歷史 你跟我講228 我沒有感覺 我只知道 哦 它是一個歷史事件 可是我們所讀的69年來的歷史書裡面 從來沒有人這麼詳細的去講過228是什麼事情 年輕人也不會有感覺 可是當我啊 讀到這個的時候 我的心裡面都還蠻難過的 原來 本土台灣人曾經有過這麼多的經營 然後因為這樣的狀況 當時陳怡因為這樣 強行將所有台灣的東西 採米油鹽醬注查 民生物資徵收 資助國共內戰造成惡性通膨 在用什麼 四萬塊換一塊 三七五鹽豬 搶奪台灣人的財產 很多人說 他不四萬塊換一塊 沒辦法遏止通膨啊 那誰造成的 如果不是他將台灣的物資全部搬空的話 會有通膨嗎 台灣就是這樣子啊 然後三七五鹽豬 原本台灣人都很有錢 都是地主耶 然後大地主變小地主 直接就把你的財產就換掉了 所以本土台灣人原本很有錢的 就是因為他們這樣子的狀況 他要養他們的農民啊 我們到現在都還在養他們的農民耶 有沒有 所以到現在大家有沒有覺得有一點點生氣了 為什麼 原本都是屬於台灣人本土台灣人的財產喔 因為這樣子的狀況 所以當時跟日治時期的日本官員的紀律 高行政效率 他是形成很強烈的對比 但是因為他知道啊 他一定需要台灣啊 他知道台灣可以支柱他什麼樣的東西 所以他做了這麼多的事情 但是連美國都沒有想過 他竟然在1949年的10月1號 中華民國戰敗於國共內戰 他中華民國被趕出他的首都南京 一個政府離開他的國土 從這一刻他就成為流亡政府 這就是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的由來 那他流亡政府之後呢 美國要安排他去哪裡 他有詢問過別的國家 菲律賓有沒有要收留 啥各位 好啦我可以啦 不然來三個月你就要走 怎麼可能 沒有一個國家願意收留他 剩下台灣 因為台灣無阻嘛 日本人戰敗了 那時候他們都自顧不暇了 所以暫時讓他留在台灣嗎 可是發生了228事件啊 還有什麼 歷史上最久的 從來沒有這麼久的 白色恐怖戒嚴時期 38年又56天 有恐怖嗎 他把你228的精英都殺掉之後 還有人懂的有沒有 我戒嚴吧 38年可以洗腦了沒有 足以讓你知道說 忘記了吧 忘記你是日本成名了 這麼長的時間內 你只要有人說了什麼話 晚上就不見了 就是這樣的歷史 但是美國他發現 有這樣子的狀況的時候 他怎麼辦 他有想過要把中華民國 趕離開台灣 可是發生了寒戰 寒戰他必須要反共 美國要反共 所以美國也自顧不暇 他 這時候他就犧牲了 因為政治利益 他犧牲了誰 台灣人的人權 這就是我們後來去控告的重點 因為他們的政治利益 犧牲了台灣人 他讓流亡政府 中華民國繼續留在台灣 69年這麼久 在1952年的4月28 這一條也是我們的法理的重點 舊金山和平條約 我們依照 萬國公法 國際戰爭法 舊金山和平條約 尋找台灣人自己的真正的國際地位 這一條就是我一開始有講到 我朋友問我的 你舊金山和約第二條 不是就已經日本承認 朝鮮獨立放棄台灣澎湖的 主權權利 權利名義於請求權嗎 那為什麼 為什麼 我告訴你這個叫放棄 主權權利 但是他有殘留的主權義務 主權權利跟主權義務不同 他只是放棄管轄權 因為我投降了嗎我戰敗了 我放棄台灣管理這塊土地的權利 可是我沒有簽土地權壯喔 我沒有割讓台灣喔 所以日本的領土主權是沒有放棄的喔 他只說這一個條約我只放棄台灣的管轄權而已喔 有了解嗎 而且管轄權的部分就是 我們現在在這塊土地使用權 好現在是交由我們台灣民政府對不對 但是地主另外有人吧 簡單來說就是這個意思 但是有人會說 開羅宣言啊 波茲坦公告啊 日本祥書啊 那這個不就都是說 台灣當時要還給中國嗎 這些宣言 公告 這叫做單方面的認知希望不是正式條約 也意思是什麼 他這三個都是講說 三個小孩搶一顆球啦 搶一顆球的時候 這個球是我的 然後這個球是我的 每個人都說這個球是他的 可是這顆球當時有沒有人買 有發票 發票在我口袋裡 那他們說球是他們的 發票在我口袋裡 球是誰的 球是誰買的 我買的 那個叫做單方面的宣示 當時他們說台灣跟澎湖請求歸還給中國 日本有同意沒有 沒有 都只是單方面的認知 土地權壯 當時的馬關條約上關條約 一直都在日本天皇的手上 所以從那一個條約之後一直到現在 都沒有條約 包括舊心山條約 也沒有割讓台灣跟澎湖 給任何的收受國 這樣了解了嗎 所以中華民國不等於台灣 重點喔 中華民國不等於台灣 以假亂真欺騙台灣69年 媒體 講到這裡會有人問 為什麼台灣民政府不廣告 有沒有疑問 為什麼不上媒體 為什麼不上新聞 媒體封鎖 有沒有可能 我們有時候會覺得沒有可能喔 我們這麼的民主 這麼的開放 怎麼可能會被封鎖 我問大家知道北韓嗎 大家知不知道北韓 北韓 我們從外面我們是旁觀者 我們看北韓的人 是不是覺得他們很可憐 在這麼先進的世界裡面 他們可以被封鎖成這樣 有沒有 那你覺得國際間的人看我們台灣呢 我們的媒體難道就不會被封鎖嗎 大家知道228事件啊 上網查你可能查不到完整的一些紀錄影片 但是你到國外的網站可以看到 你相信嗎 有很多東西在台灣看不到的東西 你去到國外查得到 但是今天你出國玩 你會去查台灣的歷史嗎 你會去查台灣的國際地位嗎 不會吧 而且都是英文你看看有 也是看不到啦 可是國外的文獻 都很確確實實的記載了 台灣的歷史 但是台灣人 在本土台灣 所看到的媒體 所讀到的書 卻是被封鎖跟捏造的 有沒有可怕了 所以我們不是不上 今天也有三立啊 還是什麼來訪問過台灣民政府啊 他訪問三分鐘 五分鐘 回去剪接一下 剪成一分鐘兩分鐘 撥上去 你怎麼隨便亂剪 你卡到位去跟他抗議 他下架了 才會負 不負了 撥出去了啊 然後當你真的要去登報 要去做一些時候 他們願不願意 他們看狀況幫你啊 他們還是一樣是在 流亡政府中華民國 現在我們叫做台灣管理當局嘛 的體制下的媒體 還是得受他們控管啊 台灣的歷史真相捏造 這都不用講了 流亡政府中華民國的肇事選舉 你拿著他給你的國民身份證 去投他的議員 選他的市長 你就承認你就是中國人 你願意做他的國民嗎 他貧窮又落後又沒水準 為什麼要做他的國民 台灣人以後 會很有錢耶 大家知道南海的石油嗎 為什麼沒有人敢踩 美國不能踩 中國不能踩 日本不敢踩 誰可以踩 台灣耶 那是台灣人 以後我們可不可以 辦那個阿拉伯那個民族 有沒有 也不錯嘛 因為台灣國際地位未定論 所以 不知道那個到底誰的主權可以去動 就沒人敢動 也不能動 我們一定要早日讓台灣的國際地位定論之後 台灣人都可以過上很好的生活 中華民國體制內的黨 有誰 國民黨嗎 民進黨 台聯 新黨 清明黨 念到的黨 全部都是中華民國的黨 民進黨也是啊 中華民國民主進步黨嘛 他登記的名字 那代表什麼 他還是中華民國的黨派啊 他領的是中華民國的薪水啊 所以他講台獨有可能台獨嗎 他們不知道台灣真正的國際地位 我們一定要尋求日俗美戰 國際地位定論之後 我們可以跟日本天皇尋求台灣自治啊 對不對 我們可以依照尊照萬國公法國際法 正確的路途 然後尋求台灣真正的地位 尋求台灣人的自治 這就是重點 所以我們大家要做什麼 你知道嗎 這個是跳蚤 世界上跳得最高的動物是跳蚤 大家不知道齁 他可以跳超過自己的身高100倍以上 所以啊有一個實驗 你把跳蚤放在桌上 然後你拍他 他就會跳嘛 拍他就會跳 然後這時候啊 你用一個蓋子把它蓋住 你拍 他跳的時候是不是撞到那個蓋子 他跳蚤聰明的耶 你在拍齁他撞幾次之後 他就會降低他的高度 然後你拍他就會跳比較低就不會撞到了 有跳嗎 然後你就把那個蓋子越換越低有沒有 然後你拍他就一直降低自己的高度 一直降一直降一直降 然後你最後用一個很薄很薄的蓋子蓋他的時候 他就不跳了 我用爬的 我每次都撞到嘛 所以我直接用爬的 所以原本叫跳蚤 最後變爬蚤 你把蓋子打開的時候 你再拍 已經沒有蓋子囉 他還是用爬的 這個叫做什麼 被洗腦了嘛 就像中華民國對我們一樣 他今天跟你228事件 白色恐怖 原本我們都很會跳的啊 不是不會跳耶 可是幾次啊 你在跳舞就給你打開 你在跳舞就給你打開 幾次之後大家都變爬蚤耶 我們在座都變爬蚤 其實 你的思想觀念一定要跳脫那個射線 你一定要知道說 我們現在台灣真正的立場 本土台灣人真正的立場 要怎麼樣才可以再跳起來 我們不能獨立 台灣不能獨立的時候 我們要尋求哪樣的方法 我們才可以走出國際 所以很多人常常出去都會講說 欸 台灣人 你啊 要為台灣人做一點事情 我們大家都會回答說 跟我有什麼關係 我現在好像也吃得好過得好啊 我沒感覺什麼啊 而且政治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啊 你要跟他講 怎麼沒關係 台灣人無國紀料 大家知道嗎 如果是我今天 寄給一個飛翁 我會變做什麼 我會變成女飛翁 因為台灣人沒有國籍 跟你有沒有關係 有呢 很多人都不知道 很多人都覺得說跟我沒有關係啊 我現在吃得好過得好啊 可是呢 跟我們都有切身的關係 你現在吃得好過得好 台灣國際地位定論之後 你也會吃得更好過得更好 因為變產油果啦 你還敢相信你眼睛看到的是真相嗎 政治台灣所創造的都是一連串的假象的展示 我們現在看到的電視 媒體 他只抱他想要告訴我們的東西 很少會告訴我們國際間的事情啊 但是有人發現 大家都有看到我們的秘書長林志生對不對 在2006年的時候10月24 是我們的台灣平民林志生 帶領228名的228事件受難家屬 去控告美國政府 他說 我知道啊 你把我騙 騙了19年這麼久 我現在要來告你 你要還給台灣人人權 你要協助 占領全國要協助 被占領國 成立屬於台灣人的平民政府 協助他們自治 你要還給我們人權 所以你知道我們秘書長 他幫我們做了多少事情 那個原文書啊 跌到比人還要高 原文啊 英文原文 然後關在一個小房間裡面 半年多都沒有出門 吃那個罐頭 然後都是外面的人來 就是幫他送飯送菜 他這樣子 才從那一些一堆的原文書裡面 找到台灣真正的地位 他有辛苦嗎 我們是不是要 真的要支持他 所以很感謝我們的秘書長 我們才會有今天的台灣民政府 他很堅持 所以2008年3月18 終於判定 People of Taiwan 本土台灣人無國籍 就是我剛剛講的 我們沒有國籍 我們嫁給誰就是誰了咧 很可怕耶 他判定台灣人無國籍承認的政府 台灣人生活在政治戀獄 當時從陳怡 流亡政府中華民國 剛接管台灣的時候 他就有計畫有效率的 將所有的本土台灣人 排除在公家機關之外 包括一直到現在 昨天今天吧 應該大家有看到那個身份證 後面的那個條碼吧 有教大家看嗎 有嗎 你們那個國民身份證 後面有一個透明的那個條碼 有教大家看嗎 有 有嗎 你摸他那個透明的那個條碼 在那個身份證的右上方 一個透明 你沒有去摸都不知道那裡有 那個就是 中國人流亡政府中華民國 他在判定你是本土台灣人 還是他們自己的人 的按號啊 旁邊 上旁邊那 是用下 右上角還是 右上角嗎 對嗎 背面的右上角 有沒有 有摸到嗎 有摸到嗎 有嗎 對嗎 就是那 大家都不知道自己身份證有那個東西 對啊 請問 請問一個正常的東西 為什麼要做成這樣子 讓人家沒有發現 是不是不正常 是不是不正常 不正常才會有這個啦 你正常的東西就是清清白白的 對啊 對 做記號 他這個密碼 這密碼他們自己知道 那有恐怖啦 恐怖 所以我們2009年的時候 我們就像 美國太平洋 征服者的美國提出 依照國際法戰爭法 就經商和平條約美國憲法提出告訴 最終 最後判定 他們有放棄抗辯權 一直是 你們說的是對的啦 是真的 我承認了 你們說的是真的 是真的之後要做什麼 為什麼各自本案代審 當時 美國說 好 好啊 你們知道啊 沒有這樣啊 把政權還給你們 不過 你們 還有人 你有政務官 來接掌政權嗎 這樣我公平 當時 流亡政府中華民國 來 佔領 接管台灣的時候 是 帶1000名公務人員 當時是600萬的 台灣人嘛 1比6 現在2400萬 1比6 4比24 所以我們要是訓練4000名的公務人員 比照嘛 這樣有公平嗎 他說我公平 比照依照那個時候 你訓練4000名的公務人員 我就將政權還給你 所以各自本案代審 我們1月1號有來參加的 我們是不是宣誓 大家是不是宣誓 這個時候 我們就是完成了4000名公務人員 我們現在再次向美國說 你這個東西要拿出來 省了喔 我們完成了喔 請將政權還給本土台灣人 這就是重點 所以以後 大家政務官 會很忙喔 很多人就會來問你們發理 台灣的國際地位到底是怎樣的 當我們的 那些我們的身份證 旅行證件 全部都通行 然後出海關 這時候本土台灣人就會有 台灣就會有很多很多人 都開始在詢問這件事情 這時候大家都會很忙 所以大家都要很清楚的了解 台灣的國際地位 法理的由來 所以沒有辦身份證的趕快辦嘿 這個圖 大家知道嗎 代表著台灣參加過大大小小的奧運 上面寫過台灣兩個字嗎 台北 而且還是什麼 中華台北 有沒有搞錯 但是台灣人好像眼睛都瞎了有沒有 包括我啦 從來就沒有發現過 我們參加過奧運 原來上面從來沒有過台灣兩個字耶 我們一直以為 中華民國的黨旗 海軍旗 國旗 就是台灣的國旗 從來就不是 流亡政府是流亡政府 台灣是台灣 台灣為什麼不能公投 因為台灣有兩種人 所以國籍不同 無法公投 這都是我們所不知道的事情 裁軍行政院廢止案 平潭島 國共和解 上網查一下 裁軍 正常的國家需要武力保護吧 怎麼可以裁軍 不正常對不對 但是大家會看嗎 為什麼要裁軍 全部都是裁軍 你只要上網打 就會查到 行政院廢止案 你上去打 還不是一條喔 是一篇耶 非常多 行政院廢止案 然後你就隨便 你隨便點一條進去就好了 就會看到 國防部軍醫組織條例廢止 有沒有 而且一個 這就是中華民國要走了 裁軍 為什麼要裁軍 流亡政府在國際間組織 他叫做只能擁有自衛隊 自衛隊的人數在12萬人以下 如果他超過12萬人以上 就叫做恐怖組織 國際間的恐怖組織 所以他必須裁軍 美國跟他講你被發現了 所以你要把人數減少到自衛隊 這就是裁軍的用意 然後他廢止 因為他要走了 平潭島 他們國共和解了 所以他可以去平潭島 大家有看過這新聞嗎 建設台灣啊 沒錢就挖路啊 建設他自己的家鄉拿命蓋 兩三年從一個小小的漁村 落後的漁村 蓋成像現在這樣這麼的發達 複製整個台灣 台灣住習慣了覺得台灣很好 他們蓋台灣用核能 蓋他們自己的用風力 水力 一支風力發電好像不知道幾億吧 拿的是誰的錢 台灣人的納稅錢 台灣人的血汗錢 他現在基本上他不需要做太多的事情 他只需要能拿多少就拿多少 所以他繼續選舉啊 他繼續選舉就可以拿台灣人更多的錢 所以一直以來的大暴動 我們的太陽花學運 反服貌 ECFA 那些條文 我相信那些學生都沒有很仔細的看過 因為那些條文裡面 都沒有台灣兩個字 是他們的國共自家在和解 我之前是不是有講到國共內戰 你看 現在他們自己跟自己簽ECFA 簽服貌 等他們簽好了之後他們撤退 就可以撤退到平潭島嗎 我問過我爸爸 我說為什麼台灣人可以到平潭島當官 他回答不出來啊 為什麼我們可以當中國人的官 那個是因為他們國共和解了 大家沒有覺得很奇怪嗎 現在會不會看新聞了 新聞在報的東西你要有辦法去判斷 他在講什麼 是什麼意思 這都是有機可循的 所以台灣現在是怎麼了 是 我們一定要找到我們自己真正的歷史觀念 因為好時間快到了 所以我講的比較快 所以台灣的歷史導正是我們共同的觀念 我們共同的使命 我希望大家經過這樣子的課 能夠很清楚以後 轉看新聞的時候 可以看一下他下面跑的那些小字 看一下我們真正的整個國際間在講的事情 不是一直被中華民國所誤導 他一直在報些要誤導我們的事情 那大家會看新聞了沒有 要會去看 要會去了解 不會看慢慢學 不看新聞 那也好看報紙 我們還是得了解國際間的事情 對 好看新台灣論 好就看我們台灣真正的歷史 今天的課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